米除了可以做這麼多 也能變化做這麼多的食物 最近在一輪鄉就業者 用米來作為主題開一間咖啡廳 而且又用米開發做各種的餅品 有米的冰淇淋和米的冰沙 丁丁相當的特別 稍後就在家裡帶我們做回來看看 米可以做很多料理 像我們把米拿去做研磨 然後可以做成米的鬆餅 然後把米然後可以變成米冰淇淋 在咖啡廳來競爛米是他們主要的產品 而且不是將米加在咖啡廳 最近也在一起的中作菜市場 這間咖啡廳又推出用米做的各種餅品 雙凍十股冰沙那是我們的招牌 那是由十種果物下去做研磨的粉 然後搭配著鮮奶油跟我們的巧克力醬 然後跟著我們的馬卡龍 米做的馬卡龍跟米果棒一起 然後做最後的產品 在島上所有的料理都是用米做的 從高點裡跟吃飯都有 也透過的餐點可以讓民眾對米有新的認識 冰淇淋很特別 它裡面有紫米還有糙米 還有米粒脆脆的口感 然後再加上這個濃縮咖啡 很獨特 就是非常的好吃 就是讓你會覺得食慾也會越來越開這樣子 哇冰沙上面竟然有馬卡龍耶 而且這顆馬卡龍是米做的 這顆利潤鄉就開在米跟中的咖啡店 在鎮咖啡店 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藉著李雄堅表示 米在他的行動過程中 現在很重要的回憶 也扮演很重要的解釋 所以現在他也要用料理 讓大家來看著吃到 利潤財政的優質好美 用這樣的方式來幫助我們的農民 然後提升我們二輪在地的米的銷售量 讓大家覺得說 二輪的米原來有這麼好的地方 可以做出這麼多的麵花跟特色 有用米做的冰淇淋跟冰沙 還有用米做的鬆餅甄甄 這各種加進米的料理 你最欠也希望讓大家 可以再次吃到 既體中米的香氣 所以希望在吃的時候 可以慢慢來感受 一定可以讓你有很好的回憶 既然真心 藏不到